卡達為了舉辦氏族賽費盡了心思 希望讓所有人都能盡興看球賽 專門為自閉症或社交障礙的觀眾 新建一個特殊的感官室 不僅能隔絕噪音 還配有緩解不安和焦慮感的設備 堪稱是歷屆賽事以來最貼心的體育館 孩子坐在積木軟墊上往下滑 一下子跑到牆邊 拨弄牆上的彩虹裝置 這間琳琅滿目的感官室 坐落於卡達的阿爾拜特體育場中 這是為了讓有自閉症 或社交障礙的孩童和觀眾 也能盡情觀賞世足賽 專門打造的特殊空間 位於體育場上部的感官室 擁有巨大的前窗和舒適的座椅 搭配室內的可控光纖燈與降噪耳機等設備 提供舒適的觀賽空間 還能緩解在觀賽過程中 可能會遇到的不安和焦慮感 同時針對孩童提供一系列的觸摸遊戲 如各種材質形狀的觸摸板 各種造型軟墊等 讓家長能更安心的帶孩子到球場看比賽 希望我們能夠燃爛新的熱情 讓孩子或年輕人 未曾經遇到這個 但也能夠提供父母的支援 讓他們享受 感官式每場比賽可容納6到10名觀眾與同伴 除了阿爾拜特體育場外 另外兩個感官式分別在 露薩爾體育場和教育城體育場中